回來第二節 有人問我沒有了 想去買網站 已經不見了 什麼叫網站不見了 不明白什麼意思 沒有啊 整個網站在這裡 整個網店都還在這裡 這裡也還有 還有很多其他科目的 水樽 T 即將再出的 會有更好的東西 因為我們決定找個更好的材料 還有Morphman袋 Morphman袋即將出 很快的 有啊 什麼都齊了 什麼都齊在這裡 之前想買不見了 噢 你再去吧 應該沒問題了 沒有啊 再去吧 在這裡 剛剛著的 Live Realtime 是沒問題的 OK 好了 今天另一個故事 你剛才聽說好像毫無關係 不是喔 原來 整件事很有關係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還要進去 Area 51裡面 一個叫做S4的地方 為什麼呢 有什麼分別呢 一個叫Area 51 在前面這個叫Groom Lake 的地方 原來呢 整個圈 這麼大 你看 要找Google Map去看 這麼大的沙漠地區 都是 軍事禁飛區 所以那些人 那時候說 怎樣整班人湧進去呢 其實沒可能 你進了一個閘口 還要駕車 駕車 可能也要駕車 一個多小時才能去到 那 就是 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 可以去到的事 今天呢 這個故事 帶給你呢 大部分呢 知道呢 都是來自一位 一位博士 這個博士呢 他的名字呢 叫做Den Brunus 記住 這個假名字 這位博士呢 他的名字呢 叫做Den Brunus 記住 這個假名來的 這個計劃呢 就叫做Project Aquarius 我沒有譯錯 應該叫做 水瓶座計劃啦 這樣 那 他要做 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怎樣呢 他就要去這個 拉斯維加斯 如果跟我去過 如果有跟我去過 美國團的朋友呢 就應該知道 拉斯維加斯 喂喂 講開 又講一下 美國團 今年11月 有機會再搞了 那 那 上年錯過了 今年沒有錯過 11月 先講給大家聽 美國團 今年11月會再搞 但是 實際的時間呢 我還是要 確認 為什麼呢 要就當時去觀星的地方 還有一些 有些地方 又閉嘴了 有些地方 新開 所以呢 就跟上次有些分別 要重新去 去 去計劃 但是講給大家聽 11月會有美國團 OK 那 有興趣的 留意著 MJ13 如果想跟我去 那如果你跟我去過 去過 美國團 你們應該會知道了 拉斯維加斯 就有一個 的機場 那我們呢 就 經常都去那裏 聲稱那個 機場 就有些 一架小型的飛機 沒有logo的 OK 但是有一條 每一架都有一條 紅色的線 這一架呢 很簡單 就是叫做 Janet 這個Janet Airline logo又沒有 總之就叫做 Janet Airline 而這個Janet Airline 每一日呢 就是由 拉斯維加斯 這個機場 的鬧市 來的 在拉斯維加斯 這個 他自己的機場 就是接送 一批又一批 的工作人員 什麼都有的 一批又一批 工作人員 而目的地呢 就是 去到 Area 51 即是說 這個是 Area 51 的專用航班 根據 Dan所說 Dan 他就是 要去 這架 基本上 他就是要去 這一個 的 Area 那裏上班 原來他就是去 S4 那裏上班 他每日 上班 就是要由 這個地方 上這架飛機 他所說 上這架飛機 就安排 大家自己 聰明了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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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規則 上這架飛機 潛規則 你就是 找個位置坐 通常這些機 就 一架小型飛機 就不會坐滿了 就是不是 上去Area 一上班 可能有十幾人 這樣 大家就找大家 一行坐 盡可能 分開坐 甚至 你呢 盡可能在飛機 那裏 就是不要跟任何人 有任何的對話 或者不要說其他 你自己工作的事情 是不可以說的 OK 總之就是 只可以上那架飛機 跟著 那架飛機 就會由 拉斯維加斯的鬧事 就一路飛飛飛去 這個 Area 那裏 那裏 根據所說 機長 還會很搞笑 歡迎你 使用 Janet Airlines 不過你沒得選擇 然後呢 就飛去 就說 我們 在途中 然後就飛去 這個 最神秘的地方 這樣 講一下笑 然後就會不斷 再重複 再重複 播一首 叫做 Come to America 的一首 一首 一首歌 不斷再重複 播這首歌 這樣 然後呢 到達了之後 他聲稱 這位 Den 這位博士 這位微生學物 學家 聲稱 他就是要 坐這架飛機 跟著去到Area 51之後 因為 有一定的距離 那怎麼辦呢 在Area 51 再上一架 阿柏奇的直升機 就將他運送到 S4 那裏 去到S4 那裏 根據所說 S4 根據他的描述 所說 S4 一共有五層 有FORPLAN 很厲害 這個爆料 一共有五層 去到S4 首先 現場有很多守衛 而且 穿著軍人迷彩 但是 那些是沙漠迷彩 全部是啡色那一套 如果你有看過 戰爭片 就知道美軍 啡色那些迷彩 但是 最有趣的就是 他穿上軍服也好 那些人 首先 每個人都不跟你說話 黑口黑面的 OK 而他們說 就說最基本溝通的東西 可能就是 你拿政見來看 看完 然後就走 就是 不會說多的東西 OK 每個人都很酷的 然後他發現 每一個人 就算他穿著迷彩 軍服也好 沒有章的 不知道什麼部隊 沒有名字 什麼都沒有 他覺得 就相當之奇怪了 總之就是 什麼都沒有的 一個 都不知道他是軍人 還是守衛 總之 就是很奇怪 然後 去到沙漠的外面 建築物 直升機降落 去到建築物 然後就搭升機降落 這個S4 系統 即是下樓梯 應該說是下樓梯 下去了 他說 S4 就有很多層 有四層 應該這樣說 Level 1 一個叫Level 1 就是一個叫 Galeo Bay 即是叫 Galeo Bay Galeo Bay 每一層 都有一個樓梯 就下去下一層 一層一層 下樓梯 整個建築物 唯一一個 一個 一個 電梯 你記住 這個是 很多年前 聲稱的事件 不是現在 唯一一個電梯 就是在Level 4 就是 下去Level 5 這個就是 那個結構圖 現在說 我們進去S4 裡面 這件事很爆 這樣 開始說了 都 誇張 第一個Level 第一個Level 根據他所說 你看到左邊 一格一格的東西 首先 他說了一件事 他說 在S4裡面 走進去 很多軍人 很多守衛 然後 他要走著 一條通道 根據他所說 這條通道 就是 地上有 一條紅線 另一邊 有一條藍線 而 根據指示 所說 你只可以 走 你只可以 走在藍線 那邊 OK 只要你越過 紅線 就會有人開槍 將你射死 你是不可以 走到紅線 那邊 你只可以 走在藍線 那邊 你只要走到紅線 那邊 就會馬上 遭到 槍擊 槍斃 即時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重要的指示 然後 然後 他就發現 他一直在走 他就發覺了 相當奇怪 他說 周圍 首先 他看到 就是一個個 好像一個個的 那些 Bunker 那樣 首先 他看到 一走進去 沿著這條路的 左邊 就有很多個 好像是Bunker 那樣的東西 最初 他就覺得 沒有東西的 那些Bunker 但是 頭那幾個 他最初看的時候 他說 不是的 頭那幾個Bunker 就是凶囂囂的 就是看下去 就是 好像什麼都沒有 那樣 他就覺得 欸 什麼來的 這個地方 這麼有趣呢 我試試找一張 視義圖給大家看看 就知道 事後有人把他這個 第一個Bunker 什麼都沒有 他就看了 他就走了 其實走一頭 一個兩個都沒有 都沒有東西的 他就繼續向前走 向前走之後 他猜不到 走了沒多久之後 就在前面Bunker 他就看到有一隻碟型的東西 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隻碟型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 左邊有一個飛碟型的東西 這個飛碟型的東西 他聲稱 他描述了一個形容 就好像當年 Bob那莎在裡面爆出來 那隻的不明飛行物體 就是這樣 他說我看到當時很厲害 裡面有一隻東西 拍在那裡的 那隻飛碟 拍在那裡的飛碟 他說 他形容了一個碟型的東西 就好像 他簡直就是 跟Bob那莎在形容講過那個 那個 很誇張 他說見到這隻東西 這是第一隻東西 他就嘗試 這隻東西 後來我才知道 他有個名字 原來叫P45 這隻叫P45 然後 他繼續向前走 走過第一個 位 就是這隻 然後走過第二個位 他就發現 有另外一隻 他看到有另外一隻 又是一個碟型的飛行器 但是 他的樣子 就有少少不同 他說這隻 的樣子有少少分別 好像高身一些 他說 我也不知道 這隻是什麼 總之 就是 突然間有一隻 這樣的東西 最後 他就後來知道 這隻叫做P52 然後 他就繼續向前走 再走一走 前一點 他說 他就看到有另外一個 再前一點 的一個位 就是 看到有一隻 三角形 黑色的東西 浮了在這裏 他說 這隻 總之一隻黑色的東西 浮了在這裏 那麼 如果 你這樣看這隻 你問我 我就覺得 有少少 好像 當年 這個 那個 Jonathan Reed 就是 那隻 外星人 把他拋棄了 然後 把他拋棄了回家 然後 放在家裡的雪櫃 那隻 他就說 在森林那裏 看到有一隻 三角形 他說三角形 而且他不是很大隻 但是那隻 會浮在 空中 不是貼著地下 浮在那裏 幾隻都是浮在那裏 我就不知道 總之一隻 好像玻璃那樣的東西 你問我 我就覺得 都幾次 那時候 在 Jonathan Reed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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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櫃外星人 那件事 我現在找到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對 Yeah 這個 看到沒有 這件事 Jonathan Reed MJ13 第一集 MJ13 就說出來 就是 他拋棄了一隻外星人 然後拋了他回家 包著他 拋了他回家 因為 在他臨遇到之前 他看到有一隻 這樣的東西 停在他空中 那裏 黑色的東西 是不是好像 剛才看到 是不是好像 剛才看到這一隻呢 那麽 哇 那些東西 好像全部都 好像連繫到那樣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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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棟 這棟建築物 除了現在他 那裡 你看到現在 現在是 分開了兩個位 那麽 那麽 一個位就是 旁邊的那些 這些飛碟 那麽 工具 那麽 �� 然後呢 中間有一些 完全isia 那些些 那樣 根據他所說 他只能跟自己人 工具的人 吃飯聊天而已 盡量少說話 盡量不要說話 吃飯很安靜 而且還不可以跟隔離隊伍的人說話 他說你一說話就會有人盯著 甚至會有警告你 你只可以跟自己隊伍吃飯 這件事 跟著他就下去 剛才說很多層 看看另外一些層數 這是第一層 我們看看第三層 就是另外一些設施 他就沒有很 也有詳細說 但是 一些 當地 他們的人叫這個地方 叫做museum 叫做博物館 有很多資料 做一些研究 另外還有其他的 層數 其他層數 都不關於今天這個故事的重要性 今天的重要性是關乎於第二層 第二層 這個就是今天 裡面最強的爆料 為什麼呢 今天將會帶大家去看看 S4 的第二層 而這個第二層 就是 有個名字 叫做Alice Floor 什麼叫做Alice Floor 你看到 下樓下的一層 都是一樣跟著 藍線 紅線走 總之不可以超越紅線 你去到藍線走的時候 中間走到一個位置 你看到左邊 下面 他說 經過一個門 有一個像 放在那裡 那像是什麼呢 他說一隻穿了三個兔子 這隻兔子 就是 一隻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故事裡面的那隻兔子 根據他所說 根據他的理解 就是意味著 經過了這道門 就進去這個叫做 Rabbit Hole 就是一個兔子的洞 而進去這個兔子洞 就等於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那樣進入 對啦 愛麗絲夢遊仙境 那樣 跟著這隻兔子進入去另一個世界 一個 你猜不到的世界 根據他所說 進去之後 你看到 有很多的設備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中有一些研究 就是 你看到左手邊 左上角 你看到有些 就是 好像一個 wormhole 蟲洞 那樣的東西 而 你看到右手邊 根據他研究 爆料所說 右手邊 右手邊的下面 又是有那個 你看到下面 有一個寫著 J-Rod 一個星系的名字 J-Rod 的星系 咦 是不是跟剛才說 那隻兔子掉下來 有些關係呢 這樣 而最重要 這次他們所說的 什麼叫做 看玻璃呢 這個玻璃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你看到中間 有一個圓形 建築物中間 有一個圓形 好像一隻眼 那樣的東西 這塊東西 都不知道 它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呢 這塊東西 很大塊 其實 聲稱很大塊 你 根據他所說 這塊東西 叫做 Project Looking Glass 望玻璃的Device 而這個Device 這塊東西 你不要看起來 好像很小的 這塊東西 其實是 是幾十層樓高的 即是說什麼呢 你看下去 現在的 左手邊 右手邊 右下邊的那張圖 右下邊那張圖 它有兩隻腳 碰到地上 那隻腳 下面有一折 看到嗎 有一折 右下邊 右下那張圖 即是側面 有一個地下 地面 然後有兩隻腳伸下來 是不是 左右兩隻腳伸下來 那隻腳 下面有一折 那一折 就等於一個人的高度 即是說 這一隻東西 就是這一座 很大座的東西 而這一座 是什麼樣子的呢 它說 中間 就是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建設 周圍有幾個不同的建設 然後那些建設 就是一個個圈 圈上高 就是有很多的磁場 那些的磁石 那些的磁石 高強的磁石 而那些磁石 是會轉動的 會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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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間 就會有一個人 坐在中間的 中間 就是中間的位置 最中間的位置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大家看Contact那部戲 Contact是哪部戲呢 Contact 就是Jody Forster那部 超時空 香港的超時空接觸那部戲 Contact那部戲 他就坐在這部戲 坐在他那部傳送器 就是一部 巨型的 一個好像Gyroscope 一個不斷在轉動的機器 就好像這部戲 不過小一點 這部戲 整部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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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那部戲 作用是這樣的 好 然後 他說 這東西主要是Lockinggrass的Device 這個Device是怎樣做呢? 根據Dan所說 實質上是連接了好幾樣不同的技術 首先進去S4裡面 有些部門是研究外星人的武器 而這個Lockinggrass不是研究時光機 你以為是研究時光機? 他說不是 原來全部有關係 他說什麼呢? 首先要聯想1953年 炒下來的飛行器 那隻飛行器就是叫做P-52 剛才看過的圖片 P-52就是這隻 P-52就是這隻 但這隻跟先前1953年炒下來的那隻不同 這隻是人類再複製出來的 但它叫做P-52 可能是拿了技術複製 但外型跟剛才的Kingsman 掉下來的那隻 那隻又不一樣 跟J-Rock那隻飛碟又不一樣 但會不會拿到它的技術呢? 不知道 總之大家都叫做P-52 而這隻P-52呢 根據他們研究所發現 其實聲稱他們說 在裡面找到那些外星人 掉下來的飛碟 然後他們就拆掉它 然後嘗試去複製它 就發現了一件事 他說什麼呢? 他發現了那隻飛碟 就不是有一個控制桿去控制的 他說那隻飛行器 就似乎有一個東西 讓你擺一隻手在那裡 然後呢 也都有一些東西 是在你的腦那裡 就是放在腦袋上 然後你用思想控制它 那人類於是乎 就研究這套系統 研究完這套系統之後 就發現了 現在說的 這是很早之前的事 1950年之後的事 那段時間來的 就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發現了 原來羅茲威掉下來 那些飛碟碟片 甚至是 這隻Kingsman掉下來 那些飛碟碟片 他們發現了 外星人是用思想去控制他的 他說怎麼做呢? 他說他坐在椅子裡面 然後呢 有一個結構 就是可以令到你那個駕駛者 那個意識 和那個機械那隻飛碟 那個意識 是合在一起 大家想不想像到很誇張 好像你看Pacific Rim 要駕駛機械人 你怎樣呢? 你直接要把自己的意識 跟機械人 混合在一起 然後你就可以用意識去控制那個飛行器 所以那些人 人機要合一 有點像EVA的概念 你要控制那個飛碟 你要怎樣呢? 他說呢 但是呢 這種技術 似乎呢 跟這個 looking glass 這個技術呢 是可以借用到他的 那他說怎樣呢? 就是說 looking glass 這一塊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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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時光機 而這一塊東西呢 就是一塊加強人類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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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ESP 的機器 他說呢 只要你 著了這部機器之後 裡面坐了一個人 那個人呢 他們特意挑選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是 剛才說那個 首先說回 剛才那個 他要控制的飛碟 就是怎樣 那些人要有 那個能力 那他就是 可以控制到飛碟了 那把人的路 混合到飛碟裡 那就可以飛起來了 可以travel 周圍去 甚至說那部機器 可以不只是travel地點 可以travel時空 是不是 所以就 你可以思想 控制那部機器 你想去哪裡 就去哪裡 那但是 looking glass 剛才那一塊東西 用回同樣的技術 不過 他說looking glass 就是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怎樣 你坐在裡面 那個人 那個人 只要想想去哪裡 或者想想 應該說 那個人只要想想一個地點 在他的面前 就會即時看到 就會看到 他的腦 和這部機器 混合了 然後就可以即時 顯示給你看 你當時想看到 那個地方 的東西 就是什麼 你去不到的 你只是看到 所以 於是軍部 就找到很大群 懂得remote viewing的人 再參與這個計劃 就是說 你本身已經有remote viewing 大家知道 remote viewing 即是搖視 本身有搖視的能力 即是說 你坐在這部機器裡面 你的搖視能力 就變成 非常之誇張 我想想去哪裡 就立即 一聲就看到了 他說 我不單止看到想去哪裡 還可以看到什麼 還可以看到去哪裡 甚至看到未來的時間 即是說什麼 利用這部外星人的科技機器 協助他們心靈感應 或者千里眼 或者神通 去看到未來的世界 很多的remote viewer 一起有參與這個研究 坐在這部機器那裡 穿著機器 然後發來發去 好像有些瓷場 包著它 然後 他們就一直在那裡看 一直在那裡看 就在那裡看 就在那裡看 在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根據所說 有好幾年 差不多有接近四五年的時間 就是利用這個方法 就是看到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他說這部機器看到的事情 就是怎樣 看到會發生的事情 或者看到會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他怎麼做呢 他說 他坐在那裡 那個人是有remote viewer的能力的 然後他就是 首先要有一個方法 同一部機器 升起來之後 跟著 現場有一個咪 就是外面的高層 會叫進來 就是 想叫你看些什麼 看幾多年後的事情 看幾多年後的事情 然後 就看看 如果 他們可能會看 我們侵略這個國家 跟著 結果會怎樣 就是說 會看到一條timeline 就是 這部機器 會看到一條timeline 就是 如果我選擇這樣做 我看這個平衡世界 會看到這件事 如果我這樣選擇 我看這個平衡世界 會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會看到的未來 然後就希望利用這個方法 就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甚至想想 我要行事這個人 行事了這個人之後 究竟這個世界會怎樣 或者會有些什麼 就是利用這部機器 去看未來 Hack了未來 然後 就作一個正確的決定 他說 所以 就一直 用了很多年 就是 利用這個方法去解決問題 所以 就令到 美國 由一個 就是 戰後開始 就一直崛起得這麼快 甚至拿到很多科技 這樣 但是 就根據他們所說 去到1990年代 的時候 CIA 或者是這個研究計劃裡面 這個S4裡面的人 研究完 陸陸續續 開始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 所有的 Remo viewer 所有 Remo viewer 他們 一直看 看到一個位置 看到一個位置之後 他們發覺 看不到 為什麼呢 他們發覺去到那個位置之後 到一個位置之後 就什麼都看不到 到一個日子之後 到一個日子之後 就什麼都看不到 那個日子是什麼時候呢 那個日子是 2012年12月21日 冬至之後 就似乎 所有東西都看不到 所有Remo viewer 坐進去都發覺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 那些人就開始很擔心 究竟 咦 是不是有這些了道呢 是不是 2012年之後 12月21日 世界就會毀滅呢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那 怎麼算好呢 如果是這樣說 似乎他們看到 世界末日的一天 www.mj13show.com 港幣260元 三個月 你可以下載 和收看過去 這麼多集的 精彩內容